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的实现了我们留言版的一个添加留言的页面 静态页面我们准备完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要实现一下我们添加留言的一个功能 那接着先来看一下这个静态页面 首先呢用户在这可以写成一个留言人 MAS学院 第二个再输入一个标题 最大的 在线教育 教育 接着留言内容呢可以说 新浪盛典 新浪教育盛典 写上一个MAS获奖 获奖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选一个心情 哈哈高兴 那一点发布留言 真正的这条留言就要发布成功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再接收页面来接收一下我的操作 首先呢看到这是我们发布留言的静态页面表单页面 提交到哪呢 提交到doaction.peerp 那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包括以后的查看 包括以后的这个编辑或者是删除都要提交到这个页面来进行处理 那这时候呢我就需要传一个参数 根据不同的不同的功能实现不同的效果 那现在呢你需要给我传一个操作过去 我会根据你的操作来完成你的功能 那现在传参的形式呢你可以通过几种 第一种呢可以通过问号形式传参 act等于一个i的message 那接着在我的接收页面来一个doaction.peerp 这是接收页面 先来个hider 接收页面中接收数据 首先呢在这来接收一下 dollarsusername等于dollars下号线post过来的username 表单以post的方式发送数据 我们拿post来接收 包括标题post过来的title 内容 等于dollars下号线post过来的content 还有心情 dollars心情 等于dollars下号线post过来的心情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看一下 没了 标题 这是内容 稍微改一下 这叫内容 好 还要接收一下操作 dollarsact等于dollars下号线post过来的act 接收完之后不要着急执行 先看一下是否都接收到了 或者你简单的直接打印一下 这个post 看一下里边是否有这些值 接着再往下继续 那现在我来打印一下 添加 你看到username title title content 包括心情 你选的是一个1.gif 那现在广有这几项还不够 还有哪些项呢 你看 在这 还要有 发布时间 包括 发布用户的一个 IP地址 需要得到他的客户端的一个IP地址 那现在这两项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首先得到当前的一个时间戳 我们可以通过time来得到 time函数得到当前的时间戳 那第二项IP地址呢 $IP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可以通过有一个预定变量 server中 有一个什么像 remote ADDR 这个选项呢 代表得到 客户端的IP地址 那现在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想要的内容就有了 那现在完成这个简单的留言板呢 我们通过把这些数据 存到文件里 那第一种形式呢 你可以以字符串的形式来存 对吧 那第二种形式呢 我们也可以拼字符串的形式是一种 第二种也可以把这些数据放到数组里 用一些数组的形式 再把它存到我们的这个文本文件中 那那个字符串的形式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来做了 主要来对我们的数组进行一个应用 那有了这一项之后 首先我们把它快速变成一个数组 写成一个 dollars message info 等于什么呢 可以通过compact函数 把它快速变成一个数组 但是呢 首先你要判断一下 你要完成什么功能 根据 不同操作 完成 不同功能 那现在可能有好多操作 我要判断一下 你可以选用 if if else if 也可以选用我们的switch case 判断一下 if if else message info 等于compact 第一个username 第二个title content 再往下是心情 以及时间 time 包括IP地址 这样的一个形式 发布时间 有了他们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这是一个数组 没问题 但现在需要把这个数组 来写到文件中 这时候呢 你会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 先来第一个 写入文件可以通过 file put contents 下号线 写上一个1 先把这个函数搞懂之后 就可以把它写进去了 那首先呢 fileput contents 是向文件中写内容 fileput contents 第一个是向哪个文件 filename 第二个写你的数据 date 向指定文件写内容 那接着如果这个文件 不存在的话 则会创建 如果存在 会将 之前的内容清空 清空之后再写入 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简单来试验一下 那写入成功呢 它会返回写入成功的一个大小 那失败呢 会返回false 那接着写成一个filename 等一个message 把它保存到文本文件中 之前呢 在没有数据库出现的时候呢 也是把数据都写到文本文件中 那再来写成一个date 写成一个什么呢 先写成一个整形 写成一个1 看一下是否可以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没报错 那接着你看到 在当前页面下文件夹下 就会多出一个message.txt 因为第一次它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1就写进来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换一个 dollarstate等一个1.2 肯定也可以 再刷新 没报错 那现在文件已经存在了 它会将之前的数据清空掉之后 再来写入的数据 1.2 那接着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写成一个 布尔类型 date等一个处 那这时候你看到 写入的都是一个次负串 它会把布尔类型的处 变成 好 刷新 变成一个1 那再往下 再来最后一个 实验一下字负串 那字负串呢 肯定没问题 dollarstate等一个 this is a test 那这样一个字负串 就被写入了 好 你再看一下 this is a test 那再往下 这些都可以了 你说我想写一个数组 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 这时候你来看 写成一个 a 12 3 4 5 那数组 主要能自负串的时候 会把它变成什么 就是一个array 你再刷新 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刷新一下 你看到 12345 它是取出数组中的值 接着呢 以什么来拼接呢 以空来拼接一下 数组中的值 再把它写入文件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而且你写的一个 一位数组还好 你写一个二位数组 你再看 写成一个 abc 你再刷新的话 出现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一个array 对吧 应该是真正的保存进去 你存的是什么 得到的时候 还应该是什么 那这时候 你想把这个数组 写到文件中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一个序列化的一个过程 再来一个函数 serialize 序列化 有了序列化之后呢 我们再想实现这个效果 就简单了 序列化一个值 就返回序列化之后的 字符串 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也可以简单来 试验一下这个函数 既然学到它了 我们就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Value 等一个1 echo一下 serialize $Value 先序列化一个整形 你看一下效果 得到的结果 是这样一个形式 冒号i 冒号1 那i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整形 1呢 是这个值 同样的 你再换一下 Value等一个1.2 浮点数 再刷新 你看到 Double D代表Double 值呢 是1.2 把它拿过来 那接着你再来一个布尔类型 写成一个 Tro 刷新 布尔的1 这样的效果 那再来一个 字符串形 写成一个King 那猜到应该是S 但是呢 多了一个 冒号4是代表 长度 值呢 是King 再来试验一个 $Value 等于一个 Nun 序列化一个Nun之后 看到结果应该是一个 这样的效果 N 代表Nun 那再往下 再来试验一下 数组 如果说你序列化一个数组 A B 处 再来一个空字符串 再来一个Nun 这时候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呢 来一起带着大家看一下 放到这儿 首先 A Aray的缩写 有5个元素 1 2 3 4 5 第一个 整形的 I 代表0 0是什么呢 是它的界名 值呢 是一个字符串的 A 同样的 以此类推 后面的 就是一样的了 这是序列化 一个数组的结果 那有序列化呢 对应的 还有反序列化 把序列化之后的字符串 反序列化成 原来的结果 那你可以简单的 通过谁呢 Unserialize $Value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将 序列化之后的 字符串 反序列化 我们可以简单实验一下 I call一个 Atherialize 写成一个I 冒号1 看一下 是否能把它变成1 Dollars 字符串 序列化之后的结果 保存 好 我们看一下这哪出问题了 写成一个 Dollars Str 等于Serialize 只是1 I call一下 Dollars Str 得到的结果呢 是I 1 少了一个分号 接着I call一个 Atherialize I 冒号1 分号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1 你看到1 没问题 那同样的 再来试验一下这个效果 I call一个 Atherialize 结果呢 应该是 King 那再来试验一下这个数组 一位数组一样 二位数组 效果也是 I call一个 Atherialize 把它拿过来 结果呢 应该是一个数组 你可以打印一下 Printr一下 数组 A B E 空 自负创和 Nut 这样的效果 好 这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有了它们之后呢 这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写到文件中 把这个数组 直接写到文件里 假如说 我把它保存到哪呢 写成一个 Dollars Message 等于一个TXT Message Message .txt 接着第一次把它删掉 好 得到添加留言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数组 接着保存到我们的这个 记事本中 保存到Message.txt中 第一次我们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File PutContents DollarsFileName 等于Message.txt 那数据 那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Message.info 那如果成功的话 我可以Echo一个添加留言成功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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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留言失败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让它 Echo一个添加留言成功 Echo Echo 添加留言 失败 写成一个继续添加 AddMessage.plp 继续添加 或者是查看留言 ListMessage.plp 那如果添加失败呢 就可以通过的 告诉它 重新添加 这样的效果 AddMessage.plp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成功 接着我刷新一下 Mess学院 这是放大的效果 标题呢 最大的在线教育 写成一个 麦子 荣获奖 获得新浪 教育盛典 搭桥 选一个心情 哈哈 一点发布留言 来试验一下 AddMessage 那接着呢 应该是 走到 AddMessage走了 ACT等于 GET过来的 我们是不是以问号形式 穿参呀 对 要以GET形式来接收 现在你看到 在地址栏上 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赛数了 你再重新刷新 添加留言成功 可以选择继续添加 或者是来查看留言 那现在看一下 是否有这个留言信息了呢 我们刷新一下 应该多一个 Message.txt 但是你看到这个结果呢 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呢 序列化之后 再把它保存进来 那首先呢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数组 序列化一下呀 写成一个 Message.info 等于 Serialize DollarsMessage.info 序列化数组 之后再保存 那接着呢 我先把这个再删掉一下 重新再来添加 继续添加 Mess学院 写成一个 This is a test 简单先写 点发布留言 成功了 那这一次再看一下 是否可以 小心 好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一个数组 第一个是留言人 见名是username 直是Mess学院 再往下 依此类推 看到每一项都有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一条留言 对吧 那一会儿呢 还会出现问题 那首先呢 这节课 你先把我们用到的 这几个函数 先搞清 并且先实现一下 添加一条留言成功 这样一个效果 那接着会遇到的问题呢 那下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会遇到哪些问题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